郭董 阿民阿民 你準備好了嗎 我說是 我準備好了 從薛明志手中接下吉祥物瑞迪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表示自己已經準備好 郭台銘積極爭取藍營提名 參選總統 聯電榮譽副董事長 薛明志做動邀請藍尾半餐序 會中大家聚焦BNT疫苗的話題 委員都希望鼓勵我 今天晚上整理以後 時間地點 事情的經過 我內心的感受 我想會今天晚上 以及明天後天兩三天 把過程向國人交代清楚 郭董是政治素人 所以他對於政治方面 他做了很多公益 但是政治方面 我覺得他也是很陌生的 所以我邀請一些立委的朋友 他們熟知這個 大家民眾在想什麼 被問到企業界如何看待 國民黨二零二次總統大選的人選 薛明志表示自己跟新北市長 侯友宜是好友跟郭董也很熟識 希望黨內能團結向前走 國民黨立委林維州也是做上兵 立開始接受訪問 他表示挺後立場不改變 明確地表達過支持 侯友宜市長 我覺得 立場上我很清楚 侯友宜市長是比較穩定 務實 經過兩次大選的歷練 各方面的條件是 我認為最有可能當選的候選人 另一方面立委陳玉珍 也出現在餐序飯店 不過並不是參加挺郭大會 也透露郭台銘將在五月十三號 到訪金門 那昨天練場真的是 我只能說真的很令人感動 幾點 第一個 真的我想我們的民眾都很熱情 就是很多自動自發的人 就是希望我們台灣那邊 阿林出來選總統 距離徵召剩下不到兩週 國民黨會推出誰來角逐 2024各界都在看 經新聞電視好 採訪不到 立刻下載經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